各位中式的同學 選了CAMM或是Combined Science的CAMM 的同學大家好 其實很多同學經常都會覺得 CAMM的課程 頭的兩個項目其實很容易 只要考試前背書 然後發一下力 就可以過關了 但其實絕對不是這樣的 因為CAMM這一科講求的 累積性和概念是非常強的 也就是說當中 之前有些概念或內容 你弄得不清的話 之後的題目就會越學越差 或者經常有很多東西會不明白 所以頭的我的一班 接下來我就會讓你感受到 究竟我的教法和你日校的老師教法 有什麼分別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校內考試和公開考試的分別 到時我們上課見了